春天过后即将要迎接夏天来临了 花东地区阿美竹的捕鱼祭 从4月中旬开始率先为部落的风年祭来做暖身 然而在防疫期间 有一些部落避免群聚感染而停办了 蜂蜜香利德部落也有近八成族人 几乎都是渔民 为了祈求祖林保佑出海平安 能照常举办传统海祭 只是规模缩小了 尽量减少群聚的机会 即便因为防疫期间 整个部落传统海祭规模也跟着缩小 然而部落族人仍坚守海祭传统记忆流程 昨天深夜带着部落准备的米酒槟榔出海捕鱼 直到今天凌晨满载而归的渔船 部落勇士专程接船 并且连夜准备了清晨海祭所需的渔货 部落族人连续两天为河眼 努力传承活出自己的传统文化 各个都甘之如疑 每年4月中旬开始 华东地区阿美族部落陆续开办传统海祭或捕鱼祭 为部落风年季来暖身 然而今年受到了疫情影响 也让部落陷入传承文化与防疫间的两难 为了祈求祖林的保佑 那我们经过头目干部讨论之后 还是不要中断 因为这样的传统记忆 为的就是要祭拜祖林 祈求这个保佑 然后也让我们的渔民能够心里面比较踏实 也比较心安 那出去补育也能够丰收 平平安安回来 封冰箱立德部落由于近八成皆为渔民 小小的部落里至少也有七八艘的渔船 也因此今年度仍照常举行海祭 传承传统文化 但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缩小活动规模 尤其也拒绝旅外族人返乡参加 确实落实人流管制 全部都是我们在地的族人 并没有外地来的都没有 因为我们也没有请我们的族人返乡来参与 所以只有我们在地的 封冰箱截至目前为止 以永基旗港口与新社利德等四个部落 完成了传统海祭 在防疫之下 记忆活动更加严谨 部落传统文化记忆少了政治位于观光客猎奇的喧嚣 而终能回归部落字体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记者是玉兰封冰采访报道